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 多点洗手 用肥皂洗手 出门要戴口罩 然后这两个星期就不要乱出门了 在家里 那今天呢 我们要阅读在耶和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感谢主 忘记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讲到的听到的都得到力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经节是耶稣所喊的一句话 其实呢这个经节 接纳了很多人 神迹也发生了 他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耶稣很少高声的说 但是这次他高声的说 相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的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看看 今日呢 人们呢 在这物资丰厚的年代里 享受着科学所带来的各种的便利 表面上看来呢 也许我们过得很幸福 但从内在生活来看呢 这些并非能带来幸福的良食 也无法使生命更加丰富 实际上呢 人心得了营养 失调整 每天活在罪恶感 定罪感 空袭 无意感 死亡 仇恨 恐急 自卑感 和挫折感中 受苦而挣扎 然而神对我们说 要流一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 肥肝 心中 喜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喊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知道 我们现在活着呢 不幸福 也不快乐 我们人类呢 如果没有认识这个真理 没有认识 耶稣基督 没有喝这杯水 他给我们的水 我们的心灵里面 一定有切法 我们的人生 一定会觉得很空隙 近日呢 巨大的悲剂呢 是人们虽然干渴的 活在沙漠般的世界里 却对自己感到干渴而不滋滋 仍然用无法带来的神秘的事物呢 来满足自己 换句话说 我们人类呢 用什么 用肉体的私益 烦恼了 就喝酒 到夜总会去 然后呢 有压力的 去吃大麻 那这不是 不是办法 这是我们人类呢 找借口 找地方呢 来发泄自己 那喝完了 唱完了 到夜总会唱歌 明天起来了 问题还在 压力还是在 所以今天 我们要明白 我们人啊 在灵里面呢 是非常的渴的 我们人啊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好像一艘船 在大海洋飙 不想要飘到什么地方去 没有一个方针 所以 我们需要寻找自己 我们要需要 寻找 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心里面 已经满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许多兵士都死在沙漠里 当英国的士兵 在沙漠中 行进而感到口渴时 看到沙漠另一边 有一条小溪 于是他们一同跑过去 在那里喝出水后 却死了 后来人们发现 所有的士兵 皆因食道量 塞满了沙子而死 原来他们所见的小溪 是海市的那个 邪楼因而 误把沙子看成水喝 沙子便失足了 食道而止死 现今人们把 不是生命的水的事物 误认为生命的水 喝下后就死亡 有些人虽然干渴 却不感到自己 已经干渴了 有些人虽然找水 但因找不着而受苦 今日的人是对生命意义 和价值感到干渴的人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我发大财 我就可以满足了 我的肉体的士兵 不行 发大财之后呢 很空隙 又想什么 想自杀 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说 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二事 第一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前沿 为自己呢 摆出了池子 是破裂的 不能存水的池子 所以 再一次的呢 旧约已经告诉了 我们人类呢 做了两件二事 离开了活水的前沿 自己造自己的 活水的 那个活水呢 的源头啊 如果不是耶稣的话呢 是破裂 不能存水的词而已 他的意思呢 就是来看看 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喝这活水的源头的人啊 他们生活的总结是什么 世界有名的美国财主 他的名字叫做Harvard Hughes的生涯 他在1905年出生 活到71岁 身为美国的吉福的他 拥有电影公司 电影电视台 航空公司 饭店 赌场等 50个事业 曾以许多好莱佛的明星 传作绯闻 然而 他却犯有严重的恐人症 并且呢 扔下了许多钱 在影机生活上 什么意思就恐人症呢 就是很怕人啊 很怀疑人啊 然后呢 他从45岁开始呢 完全与外界隔离 过着影机的生活 晚年时 他随时把住处 拯离世界隔地 并且在那儿 建造无机时生活 他同时 有被害的幻想症 就说 很怕人会害死他 所以呢 他只以电话和麦克风 以关系企业的老板联络 而不露面 他因怀疑事物里 有毒 只是少量的食物 又因过度服用药物 而身体稀弱 最终检查显示 他的精神异常 他只是肌肉和果汁 并且因为害怕 理发师 而留长头发 也不剪指甲 而他在 坐自用 飞机器医院的时候呢 途中死亡 这位富豪呢 年轻的时候很英俊 拥有多位太太和孩子 当时后 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他留下高达 美金 20亿元的遗产 为了遗产的争夺 甚至在法庭上 还发生了激烈的政变 他是为国际性的福翁 但他在临终时 只留下两句话 那就是什么 Nothing and nothing 就是空隙 空隙的意思 这代表着 迷失者的空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一直说 来我这里喝这个活水 这个活水的意思是什么呢 活水的意思就是 能够知足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相信他之后 我们会知足 不像这个富翁 担心害怕 还有一个 诺贝尔奖得主 海明威 在62岁那年七十 他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他有名 有钱 受人赞美 结婚离婚 再结婚又离婚 结果生活并不幸福 他的遗书里充满着空隙 无意义和挫折感 我就像 可惜 断掉的灯泡一般空隙 他应在人生的路上迷失而离开神 虽然他拥有智慧 铭挤 金钱 和享乐 但人生且极其空隙 所以才使用自己 就如同断掉的 可惜的电炮一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们离弃神 并且为自己 安排他的辞职的时候呢 他只能 面临着破碎 而无法流着水的辞职 所以耶稣对我们说 人若渴了 我们既有 即使有钱 有地位 有钱是 有享乐 仍然干渴 因为人 并非只有肉体 而是按照神的形象 和意识呢 所造的灵魂 在肉体内而活 所以 不只是 不是只要 满足肉体的情义 灵魂就能得到满足 当灵魂 不断地感到干渴 我们却什么呢 却用物质来 弥补 它时呢 灵魂就会越来越渴 如同口渴的人 喝了盐水后呢 反而更渴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喝祂的水吧 谦卑地接受祂 成为我们的救主 哈利路亚 我们就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意 让我们明白主 我们是要来到你面前 喝你给我们的活水 求你原谅我们 招数我们 帮助我们主 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 可以悔改 可以依你成为好朋友 我们奉耶稣的命 把我们的国家 我们领袖 医生服事们 都仰望 都交错在你的手里 请你使用他们 祝福他们 抑制他们 也在世面我们 弟兄姊妹 高高 希望你祝福 我们弟兄姊妹 在家里 在我身旁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 脾气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紧帮 你陪我走向一须之处 你陪我走向一须之处 我仍然要紧帮 你陪我走向一须之处 你陪我走向一须之处 天公主 不可都以伍我们 一须之处 一须之处